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方案 在講這個話題之前 先要提醒大家關注一個重要的事件 就是在5月18號香港法庭要開始審理一個案件 大家可能還記得在上個月4月18號的時候 香港警方曾經在同一天拘捕了15個人 15個香港泛民主派的前輩和反送中運動的組織者 包括81歲的大律師李住民 他也是香港民主黨的創黨主席 包括72歲的媒體大亨黎智英 還包括支聯會的主席李卓仁和副主席蔡耀昌 支聯會就是每年六四以後 舉行紀念集會的組織 還有就是民間人權陣線的副主席陳昊環 還有大家都熟悉的香港民運老將長矛梁國雄 他們被起訴的原因就是在去年反送中運動當中 組織了幾次、參與了幾次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 也就是公民抗命 5月18號他們的案件要正式開始審理 大家別忘了去聲援他們 希望香港的朋友可以去現場聲援 海外的朋友大家一起在互聯網上面來聲援 也希望大家藉著這個機會 為所有被拘捕的香港反送中人士 為他們吶喊向所有的香港抗爭者致敬 他們實在是非常的了不起 他們有捍衛自由的勇氣 也非常的有智慧 在過去一年的反送中當中 香港人展示了非常高的策略水平 比如說去年8月18號的時候香港政府禁止遊行 他們就舉辦了流水式的集會 那警察在大街上釋放很多催淚彈的時候 他們就到商場裡面去聚集 還有到飛機場去集會叫做合理飛 在街上集體唱歌叫合理唱 還有手牽手組成幾十公里長的人鏈 香港人是非常有創意的抗爭的方式 層出不窮,讓當局疲於應付 我去年曾經做過幾期視頻 介紹香港的抗爭方式 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 說香港人這麼有勇有謀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五大訴求還是沒有實現 為什麼香港的民主還在倒退 香港的警察為什麼還可以瘋狂地 迫害這些抗爭者呢,主要的因素就是 專制陣營太龐大了,雙方的力量對比懸殊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智者千律必有一絲 智慧的香港人也有一個盲點 一個戰略上的盲點 同時愚者千律也必有一德 所以我今天就來冒昧地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點餘見 一起來分析一下香港人這個盲點是什麼 怎麼樣消除這個盲點 反送中從本質上說是一場政治戰爭 在這場戰爭當中 一方是香港泛民主派,另外一方是中共政權 以及中共在香港的傀儡、爪牙和鷹犬 傀儡就是林鄭月娥,爪牙就是香港的建制派 鷹犬就是三萬香港黑警 在這場戰爭當中,泛民主派開闢了兩個戰場 一個就是香港本土的戰場 在這個戰場上面,香港人通過遊行集會 通過區議會的選舉,大戰林鄭月娥,大戰建制派,大戰黑警 第二個戰場就是國際外交戰場 香港人通過各種陳情請願,通過各種外交遊說 得到了歐美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在這兩個戰場上面,香港人都取得了很好的戰績 但是還是不能夠徹底的打敗對手 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歐洲也有很多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 都表示支持香港人民的抗爭 但是直到今天,他們都還沒有真正的 對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警察進行實質性的制裁 即使是將來某一天,這些歐美國家採取實質性的行動了 制裁了香港的官員和警察 甚至是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 那也只能造成一種對於港人抗爭有利的國際環境 而不能夠直接的幫香港人贏得勝利 在香港本土的這個戰場上面 昨天泛民主派打贏了選舉 也成功的舉辦了好多次遊行示威 但是香港當局現在還是在耐用暴力 警察還是在繼續打人 大家審視一下這兩個戰場 香港本土戰場和國際外交戰場 就會發現無論香港人取得什麼樣的戰股 他都沒有傷到中共的根本 尤其是在香港戰場上面 香港人一直在和傀儡爪牙作戰 在和鷹犬作戰 沒有直接威脅到中共政權 如果把中共政權比作一棵大樹的話 那香港特區政府只是這棵樹上的一根樹枝 這個大樹的根是在大陸 樹枝斷了,它可以再長起來 哪怕是林鄭月娥下台了 中共還可以找到其他的傀儡 哪怕是香港的警察不打市民了 中共還是可以找到其他的黑警來代替他們 俗話說,眾賞之下必有勇夫 在高官厚禄的引誘之下 中共總是能找到一些為他們賣命的人 只要中共政權決定了繼續實行高壓 那就一定會有人來為虎作倉 幫中共做壞事 所以在這兩個戰場上面 香港人無論打多少勝仗 最後都不能夠贏得戰爭 那怎麼辦呢? 我的建議就是要開闢一個新的戰場 只要這個戰場開闢了 香港人一定能夠打贏 這個戰場就是大陸戰場 只要香港人把戰火引向了大陸 只要香港人到中共的後院去點火 就能夠贏得這場戰爭 哪裡是中共的後院呢? 那就是中國人民啊 就是中國十幾億老百姓啊 如果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也像香港人一樣 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了 那中共政權就失控了 中國各地的民眾聚集起來之後 中共的維穩力量就根本沒有辦法進行全面的鎮壓了 而且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會加劇 會公開化、白熱化 會進一步的削弱他們的維穩力量 那個時候新的政黨就紛紛的成立了 各地的民眾就會趕走當地政府官員 甚至會成立臨時地方政府 而中共的軍隊他們一方面受到民意的趕招 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會感覺到中共上層已經四分五裂 他們無所是從就會保持中立或者乾脆倒戈 用民變來觸發兵變和政變 這就是顏色革命 這種革命在過去半個世紀當中 曾經推翻過幾十個專制政權 比如說亞洲的菲律賓和韓國 歐洲的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里亞 還有非洲的蘇丹、埃及、突尼斯 還有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玻利維亞 還有好多其他的國家 這種顏色革命都發生過 這是中共最害怕的革命 也是中國最有可能發生的革命 因為這種革命能夠打擊到中共的最大的弱點 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瞭解中共政權的最大的弱點 這個弱點就是他們不得民心 就是民眾非常的不滿 而且這種不滿的情緒還在繼續的增長 現在經濟正在迅速的下滑 很多企業倒閉 失業的人口非常的多 而且物價還在上漲 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日子越來越難過 現在大陸就像是一堆一堆的乾柴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往乾柴上面去點火 中共害怕到什麼程度呢? 我給大家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2011年 有人就在網上號召 要老百姓到各城市的中興廣場去聚集 那個時候中東正在搞顏色革命 茉莉花革命 所以那次行動也叫中國茉莉花 雖然只有很少的人在網上面號召 中共還是如臨大敵 在全國各個城市布置了很多警察進行戒備 但是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還不錯 老百姓的怨氣還不是那麼大 再加上在網上進行鼓動的人也不是很多 很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收到這個消息 所以說基本上就沒有人上街 但是中共非常緊張 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聚集成功了 那就有可能星火燎原 第二個例子就是2018年 我們國內外的一些民運人士 在網上鼓動民眾在五一和十一 一起到省會城市聚集抗議 就是說幾個地方同時來抗議 讓他們產生共振效應 所以這個行動叫做全民共振 中共又非常緊張 他們又在全國各地動用了大量的警力 去圍堵那些可能參加的人 並且到各個可能聚集的地點 到那去防範 但是因為動員的人還是太少了 所以消息傳的不夠廣 最後只有幾個城市 形成了比較小規模的聚集 這兩次都沒有能夠成功地把消息擴散 沒有能夠動員起全國性的抗議 但是我們從中共的反應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打到了他們的虛弱部位了 只不過是動員者人單力薄 打擊的力量不夠 如果是香港幾百萬民眾 也採取類似的行動 那力量就大了 那動員的消息就會很快傳遍全國 中共根本就沒有辦法防範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盲點 就是沒有針對中共的弱點進行打擊 沒有去動員大陸的老百姓 以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實力 以香港泛民主派的實力完全可以動員起來的 那方案有很多種,我在這裡給大家說兩種 第一個方案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百萬火把 也就是說一百萬個人一起向大陸扔火把 一百萬人向大陸的中共的後院去點火 香港過去年舉行過好幾次上百萬人的集會 那所有香港人都有手機 而且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認識大陸的某些人 比如說有人在大陸有客戶,有人有親戚 有人有朋友,還有些人有網友 下一次香港人再一次大聚集的時候 只要組織者一聲號召 讓大家都拿出手機來 一起向大陸人士傳播信息 用電話、短信、微信、WhatsApp 各種社交媒體、各種通訊方法都用上來傳播信息 那中共攔得住嗎?根本封鎖不了啊 那麼我們傳播什麼樣的信息呢? 我們不需要去傳播那些民主理念、那些政治口號 我們傳播讓中共最害怕的信息 那就是號召大陸人上街抗爭 號召大陸人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一起抗爭 比如說現在很多生意人經營困難 很多工人失業,很多人交不起租 很多人交不起社保,還有很多人交不起學費 甚至是有些人在這次疫情之後 都已經買不起生活必需品了 那我們就幫他們提出五大訴求 大陸人的五大訴求,第一個政府發錢 第二個減租,第三個免稅 第四就是免社保,第五免學費 這是符合大陸民眾的利益,他們一定會支持 然後我們再幫他們約定集會的時間和地點 比如說7月1號,這是中共的生日 就把這一天作為群體聚集的時間 聚集的地點可以設立在 約定在各縣市政府的門口 一百萬香港人一起來發這個信息 中國就可以同時有 一百到幾百萬人接收到這個信息 這個信息就沒有辦法封鎖了 就會很快傳到全國各地啊 而且香港人在聚會之後 還可以各自在自己家裡 每天像大陸發幾條這樣的動員文宣 發到7月1號,如果還不成功 繼續發,發到10月1號 不成功繼續發,發到明年 最後總會成功的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中國人出來聚集 全國也有140萬人 中共就很難去全面的進行壓制 只要一個地方壓不住 那麼其他地方那些還沒有行動的人 就會跟進,抗議的規模就會迅速的擴大 如果是到了1%的人參與集會了 全國就有1400萬人了 中共的秩序那就崩潰了 沒有把戰火燃燒到中國大陸 這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戰略盲點 而香港人完全可以消除這個盲點 香港有人也有組織可以協調行動 可以很快地開闢大陸的這個戰場 我們再來講第二個方案 我可以稱之為放飛民主行動 這就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的行動方案 只需要很少人參與就可以 香港和深圳之間只隔一條小河 香港的這些勇武派的青年 就可以到離深圳比較近的地方 隔著這條河向深圳放氣球,氫氣球 大家可以用塑料薄膜做成很大的氫氣球 然後下面再掛一個塑膠口袋 這個口袋底部用冰塊把它封起來 然後裡面裝上宣傳單章 就是寫上大陸的五大訴求 寫上聚會的時間地點 然後在行動之前先看一下天氣預報 有難封的時候就去放輕氣球 氣球飛到深圳的上空以後 那個冰就會融化,宣傳單章就會從底部降落出去 就會散播到深圳的居民區和工廠 深圳的居民和打工仔就會得到這些宣傳單章 然後就會到處傳播 這本身香港人放氣球動員大陸革命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行為藝術 人們很願意談論的 它本身就具有傳播能力的 所以這個消息很快就會傳播到全國各地 這兩種方法可以一起用效果會更好 還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方法 在這裡就不好公開的講了 我相信以香港人的聰明才智 一定會創造出更多的方法 更有效的方法、更巧妙的方法 把大陸的民眾動員起來 讓他們跟香港人一起來抗議 讓他們成為香港人的同盟軍 現在正是時候 這些方法操作起來一點都不困難 困難的是香港的泛民主派 還有一些心結 比如說第一個心結就是泛民主派的 有一些老一輩的領軍人物 他們還有顧慮 就是不敢公開的動員大陸人民起來反抗 不敢煽動顛覆中共政權 緊水不放河水 我覺得這種顧慮一定要放下 尤其是在反送中發生之後 這種顧慮一定要放下 因為現在中共的河水已經把香港的井水給污染了 中共已經公開的在干涉香港的事物了 已經指揮香港的黑警掠帶和殘害了好幾千香港市民了 他們已經徹底的破壞了一國兩制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照顧他們的禁忌呢? 一定要衝破他們所設立的這些禁忌 這樣才能有效的反擊他們 否則香港人只能被動挨打 再說了,動員大陸人民進行和平抗爭 不違法,而且符合普世價值,符合歷史潮流 當然在具體實施的時候,大家還是要盡量的減輕風險 比如說公開出面號召大陸人民起來抗爭的 這些泛民領袖每次只要一兩個人就行了 如果這一兩個人被迫害了 第二梯隊接著上,第三梯隊接著上 普通的參與者是沒有什麼風險的 上百萬人一起來發信息 就算是違反了法律了,違反香港惡法了 警察也抓不過來,法庭也審理不了 監獄也關不下,所以大家放心去住 第二個心結就是香港的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他們是想跟大陸徹底切割的 大陸的事物完全不理 這種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從政治策略上來講非常的不明智 大家一定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大陸不民主香港就會失去自由 即使是大家想跟大陸切割 不管是想實現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建國 都必須得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共垮台 打垮中共不僅僅需要國際的支持 更需要大陸民眾的參與 大陸人起來革命了,中共才有可能垮台 香港人不能夠單打獨鬥 必須得帶著大陸人一起戰鬥 香港人有這個能力 歷史也賦予了香港人這個機會了 把握住這個機會,香港就會得勝 中國也會得勝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各位朋友,如果是有香港的朋友 就把這個消息、把這個信息傳遞給香港的朋友 還有朋友繼續願意討論的 請在評論區下面留下寶貴意見 謝謝各位,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謝謝